盖盖 盖盖 开盖 好香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老陈皮蒸黄脚蠣 黄脚蠣通常用来清蒸是最好的 吃清蒸食用来煎一下 煎也有不同的风味 吃清蒸食最重要是有甜豉油 我今天配一个自己做的简单的甜豉油 就是普通的山抽和冰糖 一份水 火候不同 酱油的酱油的酱油 味道也有出入 这个只不过是基础份量 你到时候慢慢再调一调就行了 甜皮要先浸浸 刚才顾着说 碟子扎着 让它浸到水 很简单 倒入酱油 先做酱油 让它稍微 酱油 在锅油 熄滑 让它放入锅油 很简单 一会沸溶就可以了 试它 调一定咸的甜度 從锅油 才会蒸大 什么都可以 blending 用了吧 一会煮一下 这样煮它 好 связ 红椒 红椒会很容易剩下 自己的肉 会更浓的 葱白就有点 要少少 把它拍开 这些红色的 再把它剥掉 这些比较银的层面 放开 就这样酸的 这些是冻水 用一块大的刀 刀切得到 刀切下刀 刀切得到刀 刀切得到刀 刀切得到鬆盖水 用冻棍水洗净两次 洗净净就可以了 我们看看两条鱼 因为有位师傅告诉我 就这样连鱼一起蒸就可以了 吃的时候就夹走鱼 它封住的油甘味是很香的 我今天试试不刮鱼 杂盐蒸 洗干净 用盐搓一下 顺着很腻的 黄脚立的刺很厉害 黄脚立的刺很厉害 很夸张 刺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要按顺着 搓一下 鱼的中间位来开 上去 这个位置再拖一拖就可以了 开了 好新鲜好美 这个位置 我们要先将鱼做鱼 这个也是 鱼做鱼做鱼 捉住鱼的根部 从中间把鱼切成细 鱼的根部 后来杀 mín två 要斟掉它的红色 这边有血腥腱 剥干 不然有层膜 封住它是不能让它刮出来的 剥干了之后拿出来刷 很光净 两条都是这样 先切尘皮 又不需要刮 切尘皮 切成肉丝 絲絲絨 切得很香 放進去 盤太大蒸不下去 買回來 这个才可以 逼夹一点 盖锅蒸10分钟 时间到 看锅 好香 不要太多汁 倒汁一定要注意 很容易煎鱼 轻轻 叫我锅铲 有什么 放一避 不用太干净的 留一点 放些葱 一会蘸熟油 陈皮还会有疑似的香味 煮滚油很简单 你的器皿一定要没有水 烧干才放油 干爽后放油 放入 我这里的油和豉油差不多 都是一杯 双筷子一定要没有水 放进去 嘴嘴的声音差不多 关火 斩滚油 和豉油 不要全部淋在表面 淋一点 好 到试食的环节 今天蒸的鱼是没有打轮的 试一下 人家师傅教 你不需要打轮的 我试一下 一切切开一块鱼 整块鱼 一切开了 你吃的时候 一开开 哇 葱和陈皮一起吃 好正的 要保住 油的味道 特别香 我试一下 哇 是好正的 试一下 陈皮一起吃 好正 嗯 好香 嗯 不错 当然 如果你说 家里有小孩 不喜欢有块鱼 我们可以 叫它刮轮 再蒸 这样有这样的吃 刮轮也有刮轮的吃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